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eith研究生 今天2023年令和5年的11月22号 星期三 你现在听到这一集节目的当天 应该东京市区绝大多数的点灯行程 应该都已经开始了 应该陆陆续续 我看很多都是从11月20号左右开始 那当然比较早的 像我已经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分享过的 那个玩之内 还有六本木之秋的点灯 那个当然都已经更早就开始了 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一个礼拜或下一个礼拜 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甜蜜点吗 就是银杏也有 然后点灯也有 刚好重叠的几个礼拜的时间 今年我是有一点点在想说 要不要再多跑一些我之前没有跑过的地方 但其实也跑蛮多的 但有些实在太远了 我就一直没有机会跑 不过你现在听到我这集节目的当天 我应该去九州出差去了 不知道回来的时候还能够捕捉到多少银杏的踪影呢 应该还可以吧 我自己出估一下啦 因为我去年呢拍到东大整片黄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在12月初的时候 那今年整个东京都相当的晚 所以我猜应该可能到12月的第二周 9号之前都还看得到才是 大家来之前先确认一下 哪里有银杏 哪里有枫叶 然后排好一下你的行程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 怎么讲呢 你就会可能跑过去之后没有 你就会觉得很可惜啦 因为毕竟出来玩时间也很有限 至于京都那边呢 所有的点灯行程 几乎大概这个礼拜也都开始了 但是呢 京都的枫叶今年也是稍微晚一点点 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 我猜应该也是差不多了啦 没有是要多晚对不对 因为呢 往年通常点灯都是从18号开始 像那个清水寺也是18号开始嘛 据说18号点灯的时候 还没有整个枫叶整片在那里 但你知道点灯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因为灯是红的 所以你打上去之后 就算原本的叶子不是红的 你看起来还是觉得 有一点点红红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录音的当下 其实京都的枫叶 你必须要挑地方 因为很多地方的枫叶呢 都还不算是非常的红 但是呢 基本上在市区 你已经可以找到 上枫叶的景象的地方才是 不过以日本全国来讲 像东北那边已经结束了嘛 北海道当然也结束了 然后上个礼拜的天气呢 其实蛮冷的 这个北海道那边 应该开始下初雪了吧 所以如果接下来来日本玩的话 我觉得衣服 稍微多穿一点 我真的很怕大家早凉 冬天的东京 应该说冬天的日本的那个温度 有些人来的时候会很兴奋 觉得说哇 我终于可以把这些大的衣服穿上去了 用一种很兴奋 我可以穿时装的那种心情来 但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真的那个冷是 会超过你想象的 不能只穿秋装来日本的秋天 也不能用台湾的冬装来日本的冬天 真的要多穿一点 好我们今天呢 我想要再回复几个QA 因为呢真的是拖蛮久的 我想说多回复一些 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好 然后这一个是伊法麻辣锅 为什么是麻辣锅 日本连锁商务饭店三井Dominion 10月19到26 北海道自驾游 准备入住日本通推荐Dominion五晚 然后飞东京住三井五返田 三井本来就是我们去日本住宿的首选 很期待这一次的Dominion之旅 想请问研究生 Dominion有共立度假村系列 是外国人也可以去的吗 要加入会员吗 非常感谢你 然后呢 我也因为你这个问题 我又敲了一下电通 然后电通他很明确的回复我说 不用担心 就是那些呢都是可以订的 而且就是你只要上网去 你不用加入会员 订房的网站基本上可能也有 所以说你可以去试着订订看 如果你现在有兴趣要去订这些 比较特别的饭店的话 然后这个是NIC093 谢研究生的风舟三井花园Premier 和浅草OMO3的资讯 如提之前刚好听完 在准备几天东京的行程 就订了这两个饭店 各两晚体验都非常不错 大感谢 如果说两家有什么小缺点 夸湖价格之外 就是风舟三井花园的大浴场 居然比台北的小一点 还有就是浅草OMO3竟然有团体 其他全部都非常棒 特别是两家能看到的景 都不是住在东京市区中高级饭店 能享受的 我们这几天的两家饭店 都可以遥远的看到富士山 Kiss推荐必然家座 谢谢谢谢 哇你也算是运气很好 因为你一定要真的天气超级好 你才有办法看到富士山 富士山离东京非常非常的远 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从家里面 如果天气好到不行的话 其实也看得到 但是呢 要天气好到这种程度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也是 我觉得你运气非常好 非常恭喜你 好 再来是Joyce Wong 东京马拉松八年落选者 听到前几集留言 有人说抽东京马拉松 身为抽了八年都没抽到的人 哀伤路过 和口湖真的好美 秋天骑脚踏车环湖 真的非常惬意 大推富士山马拉松 沿着和口湖和西湖跑一圈 天气好的话 整路可以一直看富士山 很美很值得 东京马太难抽的话 推荐研究生可以先去报名 富士山马拉松哦 好的 谢谢Joyce哦 哇 你知道我其实一直都不太敢抽 东京马拉松 我想说我真的是要怎么准备啊 我是应该在东京找一个团 看看就是专门在练习跑的人 去加入他一下 否则我真的是不敢跑 但是报名如果可以拿到这些纪念品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小期待 再来是BossJohn 每次打开Podcast 都期待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早上散布的时候 也跟着日本有关的种种 假装自己也在日本 各种新奇的有趣的 以前的现在的资讯 一边听一边有长知识的感觉 会一直一直听下去 谢谢你 从50集开始听到现在 又回50集往回听 快要没有存档了 哭哭敲碗京都看枫叶 感谢感谢 哇这个50集往回听 讲到这个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在看我的后台的时候 我发现所有的集数里面 收听人数最高的 就是大概落在120集左右 然后因为我常常听到 有人就是在留言回复 我也会念出来 有些人就是新加入开始听 是从后面开始往前听 有些人是从前面开始往后听 我就在想120回左右那边 是不是刚好是往前听 跟往回听的正中间的地方呢 所以那边就聚集了 很多人 因为你知道那个 我就看了那个数据 就整个在正中央的地方 然后两边开始扩散下去 非常非常有趣 好 那谢谢你的分享 然后京都枫叶 我已经分享了 应该是 我不太确定 应该是在你留言之后 然后我聊京都的枫叶的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毕竟现在京都的枫叶 都还不算是正式开始 但是已经有节目在上面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了 我今天想要来继续 跟大家延续 这个有点算是延续 星期一的话题 因为星期一 我看这份报告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 它里面有一个算是图表的分析 就是它有介绍了 就是说现在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们的兴趣是什么 另外它也整理了 也是 这个博博堂生活综合研究所 生活定点里面的资料 它整理了就是 钱应该有到二十几名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现在都把钱花在什么事情身上 我觉得这题目实在太有趣了 而且它是一样的 从1992年开始到现在 每隔十年的分析 所以有四份 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聊 也是以Top10为主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们都把钱花在什么事情上面呢 一样的今天我们的排名 我想要从第一名开始往下排 我自己觉得这样聊下来 会比较有意思一点点 我们就直接来看最新的 就是2022年去年的部分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你问他说 你都把钱花在什么事情上面 我们来看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就是把钱花在兴趣上 日文叫做趣味 在中文来讲应该算是兴趣 或者是你特别喜欢的事情 我应该这样讲吧 那放在兴趣上面的第一名 其实43.8% 这个43.8% 在十年前跟20年前 2002年跟2012年都是第一名 不过不断的在成长 在2002年的时候是30% 2012年是36% 2022年现在是43.8% 所以说越来越多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们想要把钱花在 他们的兴趣上面 这也蛮合理的 你看我们礼拜一聊 日本年轻人的兴趣 这么的多样化 真的是包山包海 就是你可以看YouTube 然后有一些体育活动不太做 然后又很喜欢打电动 就是你去花在你的兴趣上面的钱 可以高到43.8% 好 再来第二名是外食 就是外食的时候会花的钱 占了41.3% 这个数字其实是有很明显的成长的 在1992年的时候 外食第三名是27.2% 等于说从1992年到2022年 逐年的成长一共成长了 大概有15%左右 2012年时候才33 今年41 所以光是这10年间就涨了8% 我跟大家说我其实非常有感 因为我2002年的时候 那时候住在日本 然后2012年我没住在日本 但是我是2008、09的时候住在日本 那个时候所有的风气 真的我只能讲风气 大家都觉得要自己煮饭 但是你还是会外食 因为比方说像你中午 你不太可能就是带便当 我觉得我很少 我真的很少看到日本的大学生 或者是上班族 20几岁的上班族在带便当 大家基本上都还是会公司附近吃饭 或者是在家里附近买便当之类的 我觉得蛮多的 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 外食又成长上去 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会跟疫情有一点点关系 我有点不是很确定 但是的确你现在可以感受到 在日本外食的比例真的越来越高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以前日本很多的店是不给你外带的 现在都可以了 最明显的是什么 最明显的是拉面店 拉面店其实以前都不能外带 然后在疫情的时候 他们为了做生意 不得已只好提供外带服务 现在基本上外带服务又回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店 本来外带服务是非常缩紧的 现在其实慢慢的都出现了 这个我觉得跟外送也有关 因为外送的服务在这几年 非常的盛行之后 很多的店他为了要做外送的生意 他不得已必须要去发明一些容器 去装他原本的产品 既然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拿来做外送 当然外带也没问题 我自己觉得在外食方面来讲 就是外带外送整个起来之后 多多少少会影响到 大家在外面用餐的习惯 我有点不是很确定 你在外面买这种外送回来 我认为这应该是会列在外食里面的 因为那不是你自己做饭的概念 好再来第三名是跟美容相关的 包括剪头发之类的 32.4% 这个跟美容相关的也是成长 因为十年前其实只有在第七名 那时候才23% 光是这十年间就涨了大概有8点多%的比例在 所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外表 其实这个你知道美容相关除了剪头发之外 还有Este 就是他们有一些女生可能会去做保养之类的 我不知道跟疫情有没有太大的相关 但是这个其实是有蛮大的成长在这里面的 再来第四名是平常的用餐所花的钱占了27% 这个钱在十年前是27.9也是第四名 所以几乎是没有改变的 甚至在30年前的1992年也是第四名 25.3%也是几乎没有改变的 就是你平常用餐所需要的钱 这个应该很多都是去 比方说你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吃 或是冷冻食品之类的 我之前也跟大家聊了冷冻食品 这一块几乎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外食上面花钱的 这一个比例是增加的 但是你在家里面 就是你平常的用餐所花的钱的比例 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 再来第五名是交际应酬的时候所花的钱 这里面包含吃的东西 这个是占了27% 这个数字在2012年的时候是第三名 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是第四名 所以这笔钱其实真的是对日本来讲非常重要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单独拿出来放在一个category给你选 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不知道大家在台湾怎么去选择这件事情 因为在日本呢 我说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好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代表所有人 有的时候你要去吃饭 比方说有人揪你或者是什么 你基本上你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那一顿餐是为了交际而吃还是平常外食 因为呢 我以前我还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 但是你慢慢开始工作之后 你就会知道挑餐厅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困难 就是在日本你要去邀厂商吃饭 或者是你要去邀客户吃饭 又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聚餐 哇那个选餐厅真的是一门艺术啊 那个已经不是观光客选餐厅的艺术 那个真的是生活在这边的人 你要去学会的一个非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你都会很清楚的知道 你这句吃饭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吃 为了交际应酬而吃的饭真的是蛮多的 它跟你自己出去吃外食不太一样 而且你会有一点点微微的上班感 我觉得是会有一点点 那这个占了27% 当然这边写的交际不见得是应酬啦 那有可能是跟朋友吃饭啊之类的 总之呢就是这边的交际所包含的钱 不见得是吃 它有可能是花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好再来第六名呢 是外出用的衣服所花的钱 占了25.5% 特别提出外出 好这个呢也是屹立不搖 从1992年在第五名 然后呢在2002年在第六名 2012年也在第六名 现在在第六名 然后呢比例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哦 从21.5%到20.9%到26.4% 今年应该说去年是25.5% 大家会把钱花在外出的衣服上面 我自己算是真的在外出的衣服上面 花钱花的比较少的那一个人哦 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日本人 对于外出的衣服的重要性啊 尤其你如果来东京哦 在市区呃看地方吧 你走在涉谷街头 你应该觉得这是一个 时装秀比赛吧 因为日本真的是很认真的穿衣服 我如果到涉谷那边 我真的觉得衣服不能乱穿 但是我如果在新宿这边 我就觉得好像还好一点 就好像每个地方的那种感觉 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平常你上班 其实以男生来讲啦 一到五上班算是非常轻松的 因为就是西装嘛 西装裤衬衫 再来的差别只是在于 有没有加外套 有没有打领带而已哦 这件事情 即便你现在到日本 你都会发现上班族 男生穿西装的比例 比台湾高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周末的时候的衣服呢 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啦 因为你总不可能周末的时候 穿着西装出去嘛 所以这个外出着 就外出的衣服所花的钱 它是排在第六名 再来第七名呢 是存款哦 那存款的钱 它是24.4% 存款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是有掉下去过的哦 因为呢 在1992年 就是30年前的时候 存款的部分 在第七名是18.5% 在2002年的时候呢 一度降到了13名哦 那时候是15%左右哦 十年前 它又爬到了 第十名是18.3% 今年 应该说2002年呢 它又回到了第七名 是24.4% 应该算是史上最高了哦 有24.4% 它会想要把钱 花在存款上面 这也是合理啦 日本人那么爱存钱 二十几岁就开始多存钱哦 好 再来第八名呢 是跟通信有关的钱 包括电话 网路 或者是手机哦 这个在第八名 23.8% 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有降的哦 我再猜会不会是因为价格也变低了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上面的 的那个比例往下拉了哦 因为呢 它曾经在2002年的时候是第二名 那个时候是30% 2012年的时候呢 是第五名哦 26.8%哦 现在已经降到了第八名 23.8% 我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感觉的 2002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活过2002年 可能有一些太年轻 2002年还在念国小之类的 2002年那个时候 台湾的手机啊 最有名的就是3310哦 但是在日本的手机那时候 已经是iModel了 就是你已经可以用手机上网的年代 在2002年的时候哦 像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在日本都会用手机上网啦 像我那时候来到东京的时候 我会用手机去查那个 就是关于电车的资讯之类的哦 不过日本的网站哦 很多那个时候日本的公司的网站 都会做专门给iModel那种 手机版的网页哦 我觉得日本开始使用有点类似 呃这算什么 智慧型手机算是比较早的 在iPhone或是Android之前 他们的手机其实就已经 超级智慧型手机了 甚至一直到我2008年 09年甚至到2010年 我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呢 呃有很多iPhone3G 那时候已经出来了嘛 所以很多人就会去使用iPhone 但是在那一个时代啊 那时候还是有很多人都会选择 像是用Sony的手机之类的哦 但是在2002年那一个时候的价格 真的是高非常多 我印象中那时候 我如果上网上的有点 太过分的话 我一个月的手机费用是可以到八九千块日币的 现在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数字啦 然后那个时候的网路 其实也没有现在便宜 哦 那时候的网路呢 其实一个月到七八千都还有可能 哦 现在应该大概都是三四千块钱 家里面的网路啦 所以这个数字往下 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合理的状态 好 再来第九名是花在旅行上面的钱 占了22.3% 当然这个你知道 我看到这题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 其实你知道这问卷里面去捞数字出来 有的时候你也不是那么确定 原因是因为呢 其实我们在礼拜一聊兴趣的时候 里面就有包含旅行了嘛 所以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在填问卷哦 你真的是很难说 当下的人怎么想这些题目的 更别说有一些统计误差在这里面 好 在第九名的这一个旅行上面花的钱 22.3% 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有增加的 因为在三十年前 在旅行上面花的钱 其实还在圈外 就是完全没有被统计到的部分 但是到了2002年的时候 旅行花的钱已经到了 第十二名的15.1% 到了十年前的2012年 已经是18%到了11名 那在2022年到了22.3% 我觉得疫情刚结束 大家应该都还蛮想出去走走的吧 好再来第十名呢 是去看就是像是演唱会 或者是祭典 或者是这种大型的活动 所花的钱 那它这里面是包含了live啦 或者是festival啦 或者是event 这个这算什么 英文翻成日文的卡塔卡拿的部分 那这里面第十名20.5%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数字耶 但是呢 你知道这个其实在之前调查的时候 都没有进榜 我在想会不会是之前 没有这个选项给他们选的关系 但我的确 从去年到今年 真的花了不少钱 在这些东西上面啊 日本的演唱会啊 或者是这种festival夏日祭典啊 或者是呢 夏日的这种大喜的音乐祭 真的是多到不行耶 我以前还比较没有接触这一块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这边水有这么深 今年真的是做了日本大特授之后 被很多这种 来我节目的日收达人给带坏 开始去参加这些活动 哇 这个水真的好深啊 我开始会发现很多 就是日本人在生活的方式 在台湾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小圈圈 大家都有在参与 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相信今年听日本大特授的各位收粉们 应该都已经感受到 在东京生活的多样化 我自己也是觉得相当不错 蛮有趣的一个状态 好 再来后面的名次呢 有一些比例比较高的 我就稍微分享一下 第11名叫做送给自己的礼物 哇 这个真的是浪漫到不行啊 赚了20.3% 而且我发现 日本人好像真的会送给自己礼物耶 我一直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来做一下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在台湾 有多少人会把钱拿来送给自己的礼物呢 我是不是应该来试着 比方说圣诞节的时候买个礼物送自己 或者是生日的时候买个礼物送自己 来感受一下这个 当日本年轻人的一种感觉 好 这个第11名是20.3% 因为跟第10名20.57非常接近 所以我就算是顺道的多分享一点 这个是2022年前10名 20几岁的年轻人把钱花在的地方 不知道在听我节目的人 有没有在台湾20几岁的人呢 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顺序的时候 你再想想你身边的人会觉得说 在台湾花钱的方式跟日本有点不太一样吗 还是你觉得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Apple Podcast底下留言 跟我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好的 我们这期的日本大时候就到这边 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帮忙下五星好评 也追踪我的脸书和IG 我们星期五见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